百年教堂突然一下起火燃烧 尖塔被烧到断开倒塌 当地的居民非常心痛 那么今年 邦林圣母院和冲绳的首里城 接连惨遭注容 虽然说首里城的镇垫 几乎是已经烧成了废墟 但是两根笼柱 是奇迹似的保留了下来 仍然屹立不摇 火红烈焰疯狂窜烧 将古老的教堂一点一滴吞噬 噼里啪啦的声响 让当地居民心如刀割 眼睁睁看着悲剧发生 却束手无策 象征性的尖塔被烧到断开倒塌 引发一片惊呼 荷兰霍赫马德地区的 这间圣母教堂 从19世纪建立至今 已经有200年历史 是当地人重要的心灵寄托 但进行整修工程时 不慎引发火警 或是一发不可收拾 消防御员担心波及附近建筑 疏散了住户以及小学 幸好火师获得控制 没有烧到民宅 但故仆教堂复制一具 让人为之心碎 不禁让人联想到这一幕 四月份法国的象征之一 拥有850年历史的世界遗产 发离圣母院陷入大火 仅向触目进行 全球震惊 同表心痛惋形 十月底日本冲绳 首里城惨遭助戎 木造建筑被烧到几乎全毁 但最新消息传出 位于镇店的两大龙柱 竟然还在原地屹立不摇 新闻画面中清晰可见 龙柱矗立在一片废墟中 相当抢眼 大火中完整保留了下来 如今也成为了 冲绳人重建首里城的希望